主料,鸡胸肉250克,白果100克,辅料,油,盐,黄瓜,胡萝卜,料酒,生粉,黑胡椒粒,鱼露,葱花,蒜片,姜片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准备食材,把胡萝卜去皮洗净切丁,黄瓜洗净切丁,准备葱花,蒜片和姜片,鸡胸肉洗净, 把鸡胸肉表面白色的磨去掉后再结盈,放入碗中加入料酒,盐和生粉抓匀,腌制一小时,腌制鸡肉的时候先处理白果,白果先倒入锅中用中火煮20分钟,煮好的白果加入清水里浸泡半小时后捞起,热锅温油下,入鸡丁滑油脂变色撑起,油底留下姜片和蒜片爆香,先把白果,黄瓜丁和胡萝卜丁倒入边, 炒出香味后加盐,再把鸡丁倒入边炒均匀,用鱼露调味,最后抹入黑胡椒粒干炒均匀后熄火出锅,撒上葱花后上桌,烹饪技巧 一,鸡肉一定要事先腌制一下,这样的口感很鲜嫩爽滑,鸡肉丁腌制的时候加过盐,最后调味的时候要适量,不用一路可以换其他调味品,二黑胡椒粒很香 喜欢的多么一些味道宝宝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 感谢观看